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蜈蚣的脚一样 虽然人们叫它飞天蜈蚣 其实它是一种种草药 它叫这个四草 别名是蜈蚣草 飞天蜈蚣乱头发 土一只蒿 雨一草 仙条蜈蚣 巨草 一只蒿蒿 朋友们你的家乡有这种草吗 那么你们又叫它什么名字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 它属于菊科高三四 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可以长到五到一百厘米 巨短根状茎 茎是直立的 有凌条 上部有分支 这个叶子是附生的 叶片长线状披生形 开白色的花 花挂长圆芹 瘦果的瘪瓶 一般在七到九月 开花 果期在九到十月 这个四草 它全草可以入药 在中国药典上记载 杏胃苦酸 瓶龟肺 皮膀胱筋 具有减毒 沥湿 活血止痛 用于那乳额 咽痛 歇腺立节 长庸腹痛 热泥忍痛 湿热代下 蛇虫咬伤等症 在夏秋季采收 它的全草 洗净 鲜用或者是晒干 有气风止痛 活血 风湿 臂痛 跌倒损伤 臃肿 疮毒 但也有 治疗记载 全草它有毒 所以必须在 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好了 那么具体的病情 还需要资讯 当地的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农民 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一下关注